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现事故后不做处理 也会被视为逃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的生活提示 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什么是非接触性交通事故呢 我们通过案例来了解一下 这是发生在西藏日喀泽市的一起交通事故 从警方提供的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 这辆小客车不按规定左转弯 很明显影响了对象正常通行小客车的行驶 导致对象小客车在避让时 撞上了停放在路边的两辆机动车和护栏 虽然两辆小客车自始至终没有接触 但左转弯小客车违规转弯的行为 是造成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 交警最终判定为非接触性事故 违规转弯的小客车要为此承担事故责任 所谓的非接触事故一般甚至在发生事故时 双方车辆或车辆与行人并没有发生实际物理碰撞 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了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5项 事故双方是否存在物理上的接触 不是构成交通事故以及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 专家告诉我们非接触事故听着虽然特殊 但却并不罕见 比如像这起事故中 一辆小车错过了高速出口违章停车 后车紧急避让导致车辆侧翻 还有这起小轿车违规倒车 下到了正常行驶的摩托车 虽然双方都没有接触 但是违章车辆都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这些都是典型的非接触事故 那么我们日常哪些不当行为 很容易导致非接触性事故的发生呢 判定非接触性事故的关键点 第一是车辆存在一定过失 第二实际造成了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 实践中导致无接触交通事故 高发的几种交通违法行为 是未按规定让行 站到超车 违停 随意变道 乱用灯光 通过刚才的几个案例 我们大致了解了 未按规定让行 站到超车 违停 随意变道 导致的非接触性事故情况 那么什么是乱用灯光呢 乱用灯光 主要指的是违规使用远光灯 比如下面这起事故 就是因为对象车道的小轿车 违规使用远光灯 导致视频中的车视线不清 撞上了等待过马路的摩托车 交警最终判定为非接触性事故 小轿车承担部分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 非接触性交通事故 跟正常交通事故一样 车主应当第一时间 配合处理事故 不能离开现场 非接触性事故 也是道路交通事故的 表现形态之一 如果当事人离开事发现场 有可能涉嫌交通肇事逃逸 当事人要承担 对自己不利的严重后果 甚至是刑事处罚 一旦发生非接触性事故 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 保护现场 造成人身伤亡的要及时送医 无论是驾驶机动车 还是非机动车上路 当遇到拐弯 路口 变道时 您都要认真观察周边的交通环境 确保安全在操作 好了 服务观众 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频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